不過政治人物怎麼過中秋節呢 像是撥柚子 不過其實今天是中秋節 古代有中秋奇異的意味 像是民進黨立委林俊憲 就是深入藍營 到國民黨立委蔣萬安的辦公室 合拍中秋影片 不同陣營的立委 鬥嘴還是激出了不少火花 也有立委PK撥柚子 像陳柏惟只花三三秒 就撥完 拿下第一名 陳廷菲笑到嘴裡的柚子 差點含不住 六位立委剥柚子大賽開打 林長佐現學現播 花了1分30秒被誇是剥柚子天才 莊瑞熊的特殊剥法 秒數直接砍半 先把皮割一刀 再利用湯匙用力把皮分離 47秒 但是第一名就是一 徒手不右得第一 33秒 真正好笑 好笑 古代人家是中秋起義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 則是深入藍營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的辦公室 我本來以為會來到 王子的城堡 兩人大翠夠 比飛鏢 比花柚子 林俊憲都輸 只好為蔣萬安吃肉 這是什麼 台灣豬好吃 不是怪怪的 烤盤上 雞出火花 我的特別教訓他們 今天會講 特別是老選舉的事情 我先拿 也不要講 不要選總統 他們也藉著拍影片告訴大家 雖然是不同政黨的 但是之間既是競爭也要合作 蔣委員 這個也是我們民進黨 那個 又近 又愛 又胖 立委拍中秋節影片 就是要讓大家放鬆一下 笑一笑 祝大家佳節愉快 《華視新聞城市》 戴榮賢 台北報導